欢迎来到爱美创意中文 跟着我们的视频一起学 你会发现 其实说中文真的很简单 第八课 我的新朋友 Lesson 8 My New Friend 生词一 真 真的吗 我真为你高兴 班 同班 他是不是你的同班同学 同岁 他和我同岁 比 他的头发比我的长 他长得比我高 卷发 他有黑黑的卷发 一样 跟 他的爱好跟我的一样 提 提 小提琴 拉 拉小提琴 踩 水踩 水踩化 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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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 油 油 油画 排球 打排球 特别 他特别喜欢打篮球和打排球 笑 笑话 讲 讲笑话 啊 好啊 3. 听课文录音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of the lesson, Party 1. 妈妈 我今天交了一个新朋友 他叫美文 真的吗 我真为你高兴 他是不是你的同班同学 对 他和我同班 还和我同岁 他长什么样 他长得比我高 他的头发比我的长 他有黑黑的卷发 他有什么爱好 他的爱好跟我的一样 他也喜欢拉小提琴 画水彩画 画国画 和画油画 他特别喜欢打篮球和打排球 他还很爱讲笑话 你什么时候请他来我们家玩 这个周末 这个周末 行吗 好啊 我很想见一见他 3. 根据 根据课文回答问题 1. 他和美文在一个班吗 对 他们是同班同学 2. 他和美文 谁长得高 美文长得比他高 3. 他和美文 谁的头发长 美文的头发长 4. 他的爱好 跟美文的一样吗 是的 他们有同样的爱好 5. 美文 喜欢画什么画儿 美文喜欢画水彩画 国画和油画 6. 美文 喜欢做什么运动 美文喜欢打篮球和排球 7. 美文 还喜欢做什么 他还喜欢讲笑话 8. 他什么时候 请美文去他家玩 这个周末 生词 2. 学年 开学 第 第一 今天是新学年开学的第一天 担心 担心 我早上去学校的时候 有点儿担心 节 第一节是汉语课 完 上完汉语课以后 我们一起去上英语课 已经 成 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们已经成了朋友 亮 漂亮 他长得很漂亮 个子 直 热心 小英子是一个热心人 相同 我们有相同的爱好 羽毛 羽毛球 乒乓球 打乒乓球 打羽毛球 滑雪 他滑雪滑得挺好的 7. 朗读课文 7.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of the lesson part 2 今天是新学年开学的第一天 我早上去学校的时候 有点儿担心 因为我在这个学校还没有朋友 第一节是汉语课 坐在我旁边的同学叫小英子 上完汉语课以后 我们一起去上英语课 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们已经成了朋友 小英子是在加拿大出生 长大的 他长得很漂亮 他的个子比我大矮 他有长长的直发 他的头发黑黑的 小英子是一个热心人 我们有相同的爱好 我们都喜欢打羽毛球 和打乒乓球 他还喜欢滑雪 他从五岁开始滑雪 他说他滑雪滑得挺好的 7. 根据课文回答问题 1. 为什么他早上有点儿担心 因为在这个学校 他没有朋友 2. 他今天第一节是什么课 第一节是汉语课 3. 小英子是在哪儿出生的 小英子在加拿大出生 4. 小英子长得怎么样 小英子长得很漂亮 5. 他和小英子 谁的个子高 他自己的个子高 6. 小英子喜欢做什么运动 小英子喜欢打羽毛球和乒乓球 7. 小英子从几岁开始滑雪 他从五岁开始滑雪 8. 小英子滑雪滑得怎么样 他说他滑雪滑得挺好的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点击关注我们 不要忘了给我们点个赞 加油 我们下次见 好看 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